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 8月31日 星期三 今天是831的三周年 三年前的香港 今天 香港政府派出 大量的武裝分子 去地鐵襲擊 香港的市民 大量守務全鐵的人在地鐵裏面被打到頭破血流 然後 還把很多人抓走 當日不知道有沒有打死人 又或者死了多少人 政府 警察拒絕透露裡面的所有細節 地鐵 不肯提供閉路電視影片 只是提供硬照 很明顯就是裡面一定發生了很多不可告人的事 我們不會忘記這一天 今天的集會 英國可以說是遍地開發 有超過10個城市都有831的集會 香港人 你一定要記得 我們要繼續 跟大家 講一下國際大事 英國外交大臣卓慧斯 目前他是保守黨黨魁的大熱人選 接下來 在下星期一就會投票決定誰是新任首相 而他的民望基本上是壓倒性的 很大機會接任英國的首相 他 曾經說過 如果他登上這個首相寶座 就會第一時間將中國對英國的國安威脅 提升至俄羅斯同級數 中英兩個國家 不再就是經濟的合作夥伴了 一旦落實 這個是英國首度將中國進入國安威脅清誕 這個消息 是由泰晤士報引述的 卓慧斯承諾 他接任首相 就會重新調整外交政策 啟動去年發表的綜合 評估報告 這個報告列出來 未來10年英國在外交和國防方面的優先事項 提到中國系統性的競爭對手 英方把審查和 中國貿易關係 並警惕國安風險 報告是這麼說的 好像英國那樣的 開放貿易經濟體 需要 跟中國接觸 但是要 保護自己免受威脅 卓慧斯的盟友透露 中國是會被列造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 嚴重威脅的國家 卓慧斯會優先考慮國安 而不是經濟合作 先保障國家安全 他要回應香港民主和新疆人權 受到打壓的問題 他的盟友又說 中英將不會再有經濟夥伴關係 這一切 在香港問題之後已經暫停 中國撕毀中英聯合聲明 撕毀基本法當時大家說好了的東西 基本上 完全是背信棄義 而這個英國外交大臣 也是未來首相的大熱門人選 他秉承他這個對華的強硬政策 當他 做過首相英的位置 他很有 系統很有心機 去研究中國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 他應該也會使得英國更加安全 Make British safe again 因為之前 不是safe的 英國太容易滲透了 太多共匪在橫行 當時英國幾乎被中共 變相買起 我們詳細說一下 接下來的英國跟中共的關係 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一直以來講了兩年 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免費模式支持 因為 看得出那個經濟環境不好 兩年前我們也看到這個需要 現在經濟越來越差 我們的收入其實也是越來越少 不過 相對於外面的跌幅 我們的跌幅也不是跌得多 也是跌了很多 不過 爛船也有三斤釘 有賴那麼多位 忠實支持者的支持 我們也十分之感激各位 希望大家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大把錢的可以 繼續 月費贊助我們 錢不多的 用免費模式 我們一樣開心 我們要說一下 英國 一直以來 跟中國關係 他是打算跟你做好朋友 因為 把香港交給你 當時英國交給 中共的時候 裡面有幾千億 1997年的時候交給你幾千億 連同一座那麼值錢的城市送給你 他也是打算 我帶大了個兒子 我也算是公成身退 希望你好好地對他 結果 中共 不僅沒有好好地對他 甚至乎 這個 時間 50年不變的承諾也沒有過 只是二十多年 撕毀所有的 協議 甚至乎 對香港 作出一些 很離譜的事情 例如 已經把香港赤化 把英國人留下那套良好的制度 一一拆除 英國 可以說是全世界 民主的堡壘 也是倡導者 英國 當時 九百年前 搞大憲章 當時的思想多麼進步 大憲章是保障了人的尊嚴 自由 也保障了國王也不可以亂來 你要進入人家的私有產權 你也得到人家的同意 否則連國王也沒有面子給 這件事 真的是英國人首先看出來的 對於人權那種保障 英國也是率先做出來的 中共 一直以來 其實中共是很看不起英國的 覺得你只是跟在美國的走狗 你是二流國家 你沒有了道 你很窮 中共對於英國的政策 一直都是採取一些 滲透的方法 打算賣來 跟澳洲 加拿大一樣 但是他們 低估了英國的實力 一直以來 中國其實是 低估了英國的實力 他知道英國以前很強大 但是現在他越來越看不起 只是覺得他的對手只有一個美國 英國 無料到的 不足為滑 人口少 又軟 又對國際 沒有影響力 實際上 英國有那種軟實力 其實 還是 難說 有三斤 現在還有很多英聯邦國家 大家也知道 大家上Google搜尋一下 有多少英聯邦國家 很多國家還是以英雷王為元首 包括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還有一些太平洋的賭國 不僅如此 英國 在這些國家的地位之中 由於他的實力很雄厚 有錢了很久 這是一種軟實力來的 不能 隨便 抹殺 我們在以往 未來過英國 對英國 不熟悉 來了之後 才感覺到英國的軟實力 其實 你在歐洲走一個圈 你就知道 整個歐洲 他們都很重視英國遊客 在中國遊客沒有錢來旅行之前 英國遊客就是整個歐洲的重點 拉攏對象 每個人都希望吸引英國遊客 因為英國人有錢 因為英國的國家不算有錢 但是人民有錢 他們 整體是富裕的 當然英國也有很多窮人 也有很多到街黑衣 這些問題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 但是由於 英國可以說是 發財了很久的國家 是世界上第一個發財的國家 它的領土曾經全世界都是遍佈每一個角落 所以說英國的領土是日不樂帝國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 日不樂的地方 自從戰後 慢慢退出聯合國 慢慢退出殖民地 一直都允許很多地方建立殖民地 在非洲已經有很多英國的殖民地 現在一一獨立 包括羅德西亞 包括南非 不僅如此 還有 還有 其實整個中東 當時也是英國的勢力範圍 英國一一讓他們獨立 有石油也讓他們獨立 當然 以前以色列巴勒斯坦也是英國的殖民地 塞浦路斯也是曾經英國的殖民地 現在英軍 還在那裏有兩個基地 是屬於英國的領土來的 當地還有一份 很小的領土 是英國的領土來的 不過 他也是有得管 只是有軍艦在那裏 有軍營駐守 我們會看到 其實英國的軟實力還是很強 而這次 這位外交大臣 將來的準首相 他既然把中國列為英國國安的頭號威脅 其實 對中共的打擊 當然是不小的 因為英國的影響力 以後 英國是沒有甚麼發揮的 他覺得 國家自掃門前說 或者要跟中共搞好關係 舔共 變成了很多代理領導人 尤其是貝利亞 直接舔共 舔到外面 貝利亞之後的幾個 全部都沒有甚麼作為 直至約翰遜 約翰遜 開放了BNO5加1 也是 作為一個 歷史的道義責任 以往出賣了香港人 現在 給你一個舊生艇 現在這位 卓惠斯 接下來我們也對他有些期望 希望他 可以做得更加好 也可以 帶領英國 抵抗中俄的邪惡獨心 因為 俄羅斯 之所以有恥無恐 也想著中共 那麼有錢才是 有恥無恐 所以 中俄兩國一定要 同等地位看待 兩個都是邪惡國家 兩個都是亡英之心不死的國家 所以 真的要好好地提防他們 這次時間 先說到這裡 下星期一 大家也可以迎接新手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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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